现在你找出这个节奏是你唐老鸭的节奏 就是每个 你说你不承认你是导演都不行 因为你的节奏只有你自己才能知道 你心里有复 就是我模仿你 我也拿个这么个机器 我还保护电影 还是电影摄影师出身 但是我去拍 我那个节奏就要去找 你原来做记者时候 所需要的有精华的那种 凝结在一块的东西 我找着 对 摄影师都是考虑的大量的是美学 对 而新闻记者考虑的是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新闻价值 你们要的这个要素啊 那个构成你这个事件的东西啊 在我们的是很弱的 就是我们是把一个写好的剧本的情节 把它一个一个拍好 对 你要的是要那里边 你要说的这个要素 这个东西 我这要说的我的要素尽量的多 而且敏感的尽量的少 如果说我这只照顾药素了 好多敏感的 那我出回来再捡 我成本也高了 我说出来就是成品 那些小审查 在我这审查不出来任何东西 如果审查东西了 那都鸡在蛋里边挑骨头 我当了一辈子耳目喉舌了 你能审住我个屁为 对 另外一个就是你那个所需要的节奏呢 同样是记者 同样跟着你干一块 比如干这个 你们俩还不一样 就是跟写文章一样 同样都是汉字 或者比如都同样英文 你写出的文章 为什么不一样 这就是内部里边的这个结构 只有你自己最轻 就是模仿你那不太容易 你知道吧 因为记者永远是采访的 现在他们都号称记者 有几个日真正采访去的 都是你抄我抄我 他们都是粘记 复制 粘贴 他们都是粘记 我始终是在一线拍的 您看我当年写那书 我写书都没有形容词 没副词 只用动词 我写书都是海明威的法 这是现在 我就是 这是真的 因为我其实看你这些视频当中 你要说从技术上讲 对我并不奇怪 不新鲜 我主要看三口问题 第一个就是老唐那东西 他那个节奏 控制那个节奏 使他心里时间就有了 比如你那次去拍跟人家吃饭 对吧 有那个丫头叫你去吃饭 从始到你后来去找人 在那里面 这是如果作为我们电影导演来看 这必须要设计的 就是前面 我在街上要说做什么 我到那找不到 我那个心情要怎么拍 而且那些镜头 要在那个环境里 闭测的环境里 找不到出口 这都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你 可能你自个就这么拍出来了 但是作为我们来讲 我们这些摄影想到 这要怎么设计 这事有问题了 对吧 而且我知道哪敏感 对 刚一到门口 是吧 我什么就关机了 是吧 凡事有可能敏感的 大概就能 因为你最后停机的时候 也就一两秒 对 这一两秒就交代了 对 你顶多让我掐掐的那点 如果说这个 战地记者不沾 不沾战地 那也没进 你要真正到了战地 就是你死我活了 所以到你死我活的时候 我就关机了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除了有那些新闻的五要素之外 我知道 到哪的时候我卡他 对 对 我比较早就注意到你 已经有自个儿的那种老牙风格 叫老牙语言 开玩笑说 就是你拍他不如赛尔好像是在那拍一个雕像 什么小鸡鸡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虽然这一听起来好像 呦 他怎么扯到这儿来了 但是你看你从头到尾摆这 整个看完 他虽然一镜不剪 整个看完呢 一个镜头下来了 但是你看他没有废话 他那里边整个没有废话 你去掉哪儿都缺一块 对 就我看那些都自我介绍半天 我就他妈不介绍 我要介绍的是我说的事 我不用是介绍 我他妈是傻逼 如果你们不认识我 我介绍半天 你们也不知道我是谁 是吧 凡是需要介绍的名人 都不是名人 他成熟在哪儿 老郎我这儿 咱们哥俩也会太熟了 我没有奉上你的意思 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语言的环境 就是制造一个语言范儿吧 这个成熟表现在哪儿呢 就是你所有的地方 是在你这种语言风格里 就是不可以多 更不可以少 它恰到好处 那这个东西形成自个儿的一个风格 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 这不是说我一想 我就天才 我拿过来就干 这事没那么简单 我发现他这样的语言风格里 就是不得了 我发现我这种语言风格里 就是不得了 我发现我方的语言风格里